好 中午用餐时间我们来看到高雄有一家便当店料好实在 四样配菜加一样主菜 整个餐盒塞的是满满满 只要同板价50元 非常受到欢迎 每天上午10点多就已经出现排队人龙 中午用餐还没到尖峰时段 这间便当店门口已经出现长长人龙 因为这里不止菜色多样 重点还超便宜 出窗里的菜任你搭高丽菜 炉蛋玉米和一大块排骨 四样菜加一道主菜 一份百元油罩只要50元 四个便当200块 我双主菜不一定看你加什么 但是大概基本上不会超过65 第一个卫生 第二个可靠 而且是最早是便宜 除了在地人喜欢 更有不少人是冲着这张照片而来 有网友在脸书剖出便当罩 三样主菜鸡腿排骨和香肠 肉多到满出餐盒 再加上其他配菜满满一盒 只要95元 文章曝光吸引2万多人按赞 不少人过来朝圣 老板自己做 我们就可以降低一些成本 另外在台南也有一处 隐藏版美食 小小的无名摊车 卖的是炭烤 把鸡腿鸡翅放上烤炉 撒上盐巴 慢火烘烤 还有五花肉也是招牌 每天限量贩售 才刚开卖一个小时 就被秒杀 下来拍一杯吗 对啊 在这儿炒刚好 把土中烤烤 来吃烤烤米味 刚才还有糖又烤肉的 最爱直接烤 这些肉 这不是冬的 这都放这个肉 放这个肉 除了炭烤 老板平日还会卖关东煮 摊车在地飘香40年 已经是不少民众的口袋名单 只是老板已经上了年纪 脚也受伤 开过刀不能久战 坦言再过几年 有退休打算 也希望有年轻人来接班技术 让好滋味能够传承下去 接着谈谈高雄组合报道 也要 谢谢大家